您现在眼前看到的是国立台湾大学生态池,又称水生池,水源池,于2003年11月14日起用。 位于台大农场旁,是台大柳公寸复原计划的第一期工程,作为该计划的水源源头。 这个计划是由台大的几位教授所提出,对于台大校园内原柳公寸水路进行清水空间制改造,以增进校园内生活及教学机能,提升学习环境品质。 计划第一期工程内容包括生态池区、旧顺稻区、新色涌泉及水稻区、水顺进化区、柳公桥、眺望平台及休戚步道空间等等,并且栽种了70余种的生植物与水源池中。 那么柳公寸在台大校园总区内是属于大安支县的一部分,正路经过校园的农场、舟山路、小延龄道及岁月湖等等。